台湾冬季特有的超级美味 带您到云林寻找顶尖乌鱼籽 奥斯卡前夕为里安加油 带您到里安的故乡台南 品尝他们全家人最爱的红巡米糕 台湾老字号带您到台北市名人聚居的安和路 品尝大老板最爱的平民小吃 好山好水好味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周玉琴 欢迎您跟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乌鱼籽这种台湾特产在日本人的眼中 可是和松露鹅干并列为世界三大美食的 比起来乌鱼籽可是评价庶民的多 每年一到冬天就是属于乌鱼籽的季节 跟随着资深记者许云伟和杨敬明的脚步 我们要带您到全台湾乌鱼籽最多的产地 云林县口湖湘 来探访乌鱼籽的美味秘密 寻着冬日的暖阳来到云林县口湖湖 却台乌鱼籽产量最大的地方 太阳才刚刚升起 工人就忙着搬出一叠叠的乌鱼籽 吹海风做日光雨 每年11月以后 那个北风来 带有一点点的海风的味道 它又太阳又不会很大 我们正常都在15度到25度 它是最适合晒乌鱼籽的一个季节 扇着琥珀色光芒的乌鱼籽 在阳光照射下犹如黄金般耀眼 这可是冬季限定的美味 因为此时的乌鱼最肥美 打捞上岸后得赶快趁着新鲜 迅速取出乌鱼卵 接着清洗榜线后开始腌漬 我一直咽它虽然看了 它其实它很脆弱 因为如果希望稍微脆弱 它磨 它那一层磨 它马上就破掉了 所以我都用一种动作 它好像私生的儿童一样 然后小心呵护 裹上食盐的乌鱼卵 一个一个排列在木板上 再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 全程都得靠人力来完成 因为乌鱼籽它是不规则的 它每一块的大小的 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说 叫他乌鱼籽来用就对了 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每天一天从早上起来 大家摸摸摸摸到晚上 像一天差不多一两千片吧 往往一天下来 肯定是腰酸背痛 但光是抗木板还不够 看老板娘发挥神力女超人的臂力 搬了两块大石砖压在上头 现在就是要把它压成型 老板娘这一个石头多重 一个喔 二三十斤啊 你一次可以举两个 可以啊 做习惯了啦 盐分加上板鸭的重量 同时让鱼卵醃漬入味 也释出水分 乌鱼籽渐渐成型 根据乌鱼籽的大小 精算时间避免过咸 用清水洗去上面的盐分 但繁复的工序还没结束 接受阳光亲吻的乌鱼籽 日晒五到七天后 才能成就它诱人的魅惑香气 这个细处 锅头两块 每两三个小时还得翻面 颜色才会均匀 而焦嫩的乌鱼籽很容易破损 日晒的同时还要仔细检查 有损坏的地方马上修补 我们都是用那个长衣 长衣的修补动作 一般这个都处理很干净 它的长衣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子 把它打开 把它做这个动作 我们就是用天然的这个 把它做修补 它就起来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 大部分的渔民晒乌鱼籽是为了抢连接商机 但增幻液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把目标放在较难打进的日本市场 积极争取参展机会 外卖学的人他们差一点都没有说 你是打给你讲到吗 乌鱼籽 台湾不是在做乌鱼籽而已 在独化这个 连货大这个 台湾很大的品牌的 做乌鱼籽的人那么多 他说你自己拿这个乌鱼籽 要去日本去参展 他说他差一点说 我是打给你讲到吗 但是我那时候有一种观点 观点就是说 我们要做品牌 六年前 台湾乌鱼籽品质层次不齐 曾幻液率先把自己的乌鱼籽 拿去做生产履历和无毒检验 一张张证书摊在南稿的日本人眼前 从此改观 他看到让他们惊讶的时候 乌鱼籽也有孙论症 怎么乌鱼籽可以做到这样子 做生产理地 做药物检验 做国际的论证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 日本人他们在讲 这个事情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你们台湾怎么可能能做得到 日本人爱吃乌鱼籽 于松露、鵝肝并列为世界三大美食 最推荐的吃法就是拿个碟子 倒入58度的高粱酒 沾一沾直接火烤 其实乌鱼籽很简单 就这样烧一烧就好了 很香很Q 你看它这样 你看 它马上就 这罐的会变色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表皮变得金黄 一般来说浅色的乌鱼籽 卖相好最受欢迎 但曾幻翼说 会有深浅的差别 是因为乌鱼卵的成熟度不同 其实老涛籍的可都是专挑深色的吃 这个看起来卖相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更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称呼它 它这个是八个月的 所生生的东西 这是19个月 其实它吃起来比这个还Q 对 它看起来比较黑一点 但是实际上 它吃起来的口感 比这个更有味道 配上爽脆的白萝卜 和带点辛辣的清蒜 一入口 微微的粘牙感 乌鱼籽的香气 全都化在嘴里 一般的话 乌鱼籽比较咸 因为保存不容易 它比较咸 所以说 变成说 以前都是用萝卜 跟大蒜 中和它的口味 它还开发出 全台独有的乌鱼籽松 不像一般磨成粉状 完整保留每颗乌鱼卵 营养不流失 最新的研发 则是把乌鱼籽做成了冰淇淋 仔细看 绿色的是海藻 橘黄色的就是乌鱼籽 还真的是很颠覆的搭配 因为乌鱼籽 它本身是海味的东西 会有腥味 那因为我们冰淇淋的东西 因为就是 比较 就是用牛奶 或是优格 那你要怎么去把它 腥味盖过去 这是最大的克服 但有咸味和海洋风味的 乌鱼籽冰淇淋 是曾焕易的创新想法 喜欢跑在市场前头的它 把乌鱼籽做各种的变身 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 也一手打造自己的乌鲸王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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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